大家都说要打造肠道的健康 就是要有益生菌 大家以为说 大家没看到菌对不对 可是古人的医家 我们那些在这个医院里面 或者是我们的一些 传统的这个医学里面 你发现他们真的蛮聪明的 因为他们不谈这个益生菌 可是他们谈要装益生菌的这个肠胃 所以他们提到就是 肠胃呢 就是我们气血生化的源头 你要什么东西要吃进来 当然然后肠胃要吸收 所以怎么样把肠胃调理好 就是我们医生的这个 就是把病情这个调整的一个基本 所以我们说脾胃脾胃 就是脾跟胃加在一起 那这个消化系统呢 其实就是我们人体健康的 这个生化的一个来源 不管你气啊血啊 或者五脏六腑 都要靠我们的这个脾胃 吃进来以后好好的消化 那其实就是益生菌的一个观念 所以我们在古人里面会提到 要调理肠胃最好的一个就是 我们常常吃的这个四神啊 四菌子啊 这个是调理脾胃的 所以有人说 哎呀 脾 或者是说 哎呀 你气血不好 吃什么也不行啊 喝这个什么四物八真吃的 就不是长痘痘呢 就是什么拉肚子 那其实就是我们脾胃的这个 生化的这个里面的这个 我们叫 就刚刚说的 益生菌的观念 所以四物 这个我们有一个里面 什么时候四字头的 那四菌子汤 或者是我们的四神 就是在调理脾胃 就是我们原始的这个益生菌 医生现在实际上越来越多 因为营养保健概念竟然预防医学很重要 大家一定有一个经验 吃了抗生素之后 回去拉了几天的肚子 因为抗生素把你肠子的好菌 全杀光光的 是是是 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有几种 医生也会建议病人 使用益生菌 一种就是 你肠胃功能不好 尤其在吃抗生素的时候 那几天可以补一下益生菌 第二个是我们刚刚讲的 很多女孩子 那种白色面珠菌感染 它特别好 很难好 这时候医生也会 那还有一个叫 我们跟我们肾脏也有关 泌尿道感染 是是 这一类的 那另外就是小朋友 很多那种过气喘而过敏 或者说我们讲说 异味性皮肤炎 当我们用很多药 都搞不定的时候 我们就讲 那你去吃吃看益生菌 试试看 当然刚刚那个上面 这些所有肠胃道的 这些症状 这个是一开始 大家比较想用到益生菌 这一块的事 可是洪医师这样讲 我就觉得像我们家 我们根本不用去听医生讲 没有这些病症 但我们就觉得好像要补充 那什么人该补充 是不是可以这些 当成一个就是指标呢 对 其实除了 这个上面提到的一些 排便相关的问题 或者是影响到 你的口气的问题之外 还有就是我是觉得说 如果现代人 其实外食的比例很高 对 那外食其实几乎都大鱼大肉 蛋白质的食物都比较多 那其实蛋白质的食物 其实都是比较肠道里面 外菌所需要的营养来源 那当然你给它 这么丰富的蛋白质 相对的 外菌多了 就会去怎么样 对抗好菌 那你的好菌可能 它的菌素或菌种 就会慢慢地受到破坏 这样就破好了 对 就没办法达到平衡 所以我是觉得 如果你常常三餐老是在外 然后又比较偏大鱼大肉 蔬菜水果吃得少的人 那当然我们会希望说 你可以适时地利用一些保健品 像益生菌来做一个 肠道的一个保健 那当然在领床上 我们有看到 像刚刚洪医师讲到的 很多人泌尿道感染 或者有一些吃抗生素的人 他可能不见得是腹泻 他可能便秘腹泻 同时会会合作存在 这时候其实如果你给它一个 益生菌的一个 重新建立菌相的一个方式的话 其实对于抗生素破坏 肠道的一个环境 有蛮好的一个效果